日文的数字有两套读法 特别是从一到十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 比如说 还有中国传过去的一起逆上 是不是和中文的读音很像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一套是大概是在汉朝之前 和中国交流之前 他们自己因为看到数字 肯定有自己的读法 然后因为中国的数字的读法 或者说技法太简单了 所以中国的数字 不仅是对日本产生了这种影响 而且对周边的很多国家 都有一些很深刻的影响的 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 为什么日本只有一到十 有自己的一套读法 十以后都是用的中文的读法 我的答案就是 因为用不着 在很多原始社会 原始的一些部落里面 他们的数字最多只能读到一二三 超过三就叫做很多了 甚至有一些部落 他们的数字只有一 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用不着 对吧 数字的产生是农业化的结果 我们有了鱼粮 才会把这些鱼粮给分配给谁谁谁 不然的话出门挡猎 打到一个东西大家分掉了 然后树上摇一摇果子 对吧 掉下来了 大家直接就可以吃了 根本就用不着技术 所以从这里来看 日本的原始社会里面 他们竟然能够数到十 证明还是挺不错的了 拜拜